这一小节呢,则是说明了两个变数之间,那我们要寻找它的相关性 那这个图片是来自于wiki,那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图片 横轴是一个变数,纵轴是一个变数 那如果呢,它是紧随了一个变数变化,那另外一个变数跟着成比例的话呢 它的相关系数呢,就是1,那如果是反方向,一个增加,一个就随着比例减少,就是-1 那有的不是那么完美的,这个值呢,就0.8 那这个呢,方向这个地方,但是有些地方是偏移的,对不对 所以它的相关性就降低了,那其他的都会接近0 就两个之间呢,基本上是没有相关性的 那在python里面呢,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呢,这个根据我们的data frame 拿到呢,呼叫呢,这个correlation 相关性这个函数 算完这个结果呢,给它储存在相关性矩阵里面 那它求呢,是标准的所谓的这个相关系数 获称Pearsen的R值,针对任何两对的属性 那根据呢,这个简单的统计学 知道呢,这个两个变数之间的相关 x跟y相关,会等于y跟x的相关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呢,自己跟自己的相关是1 那这个,所以这个矩阵你看,bmi跟h的相关是0.11 h跟bmi是0.11 所以这个呢,在线性怠数来讲呢,称为对称矩阵 它这个元素会跟这个一样,有没有 这个会跟这个一样,这个呢,会跟这个一样 那没有任何一个相关呢,是被认为呢,是很强的 因为呢,你可以注意一下,最大的这一个相关系数呢 是0.28 所以,但是这个解释什么呢 虽然它相关性不强 那它解释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的年纪增加的时候 你的收费呢,也会跟着增加 这个合理 我们根据前面那个投影片的相关这个矩阵 那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是收费 所以呢,我们要根据呢,收费 这个栏位 然后呢,就把它的值呢,做排序 那如果你呢,你这边没有引述 这边是空的 各位注意到,我们这边是空的 在空的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呢,它预设呢,是什么呢 是上升 所以它印出来呢 就会把这个值呢,做排序 从小到大 那如果你呢,你这边给它一个值 叫ascending是假的 ascending这个字是上升的意思 那基本上呢,这个呢,怎么样呢 就会变成下降 好,那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呢 那一个呢,是最重要的 跟它呢,相关性最高的就是年纪 0.28 那各位呢,现在这个资料量比较小 看不出这个效果 当你这个变数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排序,这个值呢 这个函数呢,还蛮好用的 另外呢,我们要画一个 所谓的这个scater plot 相关的这个散步图 那怎么画呢 就是你的insurance 那呼叫呢,这个plot这个函数 它的种类呢,是什么呢 是散步图 你的x轴呢,是你的年纪 y轴呢,是你的收费 所以呢,我们可以 各位可以想看呢,这是一个自变数 那这是一个因变数 我们希望呢,可以利用年纪 这个最有相关性的 来预测呢 看有没有收费 有没有一个相关 所以我们画图 那它第四个引数呢 叫α α呢,是代表它的透明度 与否 左边这张图呢,透明度呢 是0.2 右边这张图呢 是接近1 就不会透明 不透明 transparent 那这样子画有什么优点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颜色比较深的 代表说它的资料量比较多 那右边如果不透明的话呢 就看不出这样一个效果出来 那接下来呢 你画图的这个轴 这个轴 你可以选择呢 这个x轴呢 是18 到64岁 那中轴呢 就是你的1000 到65000的这个收费 这个轴呢 是你可以定义的 那接下来呢 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从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相同的年纪 底下 它有怎么样 好几条呢 直线呢 直线 当然不是很 这个有些资料会在这个直线之外 不过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它有这个趋势 这个三条这个直线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两个呢 这个图呢 给它 这个脂肪图呢 跟这个散布图呢 给它合在一个图片里面 这个Pandas提供了 所谓的 Skater Matrix 首先呢 我们找出呢 我们想要的这个属性 四个年纪 BMI 小孩 跟收费 然后呢 呼叫呢 这个Skater Matrix 然后呢 Insurance 是我们的资料表 然后我们的属性呢 是这四个 所以它就会出现了 这16张图片 所以这个呢 是年纪的 这个脂肪图 BMI的脂肪图 小孩的脂肪图 收费的脂肪图 那你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这张图片 跟这张图片呢 会有点 这个 因为它是 X轴跟Y轴对调 所以会差90度 所以这个会有一个 旋转的一个效果出来 然后最后把图画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注意到呢 这个图片 可以跟我们讲 BMI 跟收费 它有两个呢 非常显著的 不同的这个点 有这一群 这一群 这边有一群 好 这一群 好 谢谢大家